谈到了民歌年代 在电视机前面四五年级生 就是民国四几年五十几年生 我们这样的朋友 真的勾起我们很多往日情怀 你晓得吗 1975年现在36年前 杨玄先生在中山堂 他就发表了自己创作的那种 民歌作品 接下来学生运动就产生了 什么运动 就是把自己创作的东西 去影响到全世界的华人的年轻朋友 在这儿要谢谢 现在已经没有了 辛格的金韵奖 海山的民谣峰 还有我们台式晨光路 那时候制作的大学城 那真的是把民歌推破住来 推到最高点 的确 没错 然后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 其中一位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赵美 赵美 赵美姐 她的作品 其实我们近代人 比较清楚的话 就是苏睿姐的这个心痛的感觉 然后那首歌就大家都有收能详 然后如果是就那个声音音略的话 就是如果那首歌了 如果你是赵如 我也是那小草 对对 如果如果 讲到台赵美 你讲如果 那时候她跟她的同学 应该去诗碧舞 她们参加第一届的金韵奖 就开始出现了 很出色 后来像奔放奔放这首歌曲 那简直是台赵美 她到目前为止 只要做民歌的活动 她一定被点唱了 你听过没有 大概是一点点旋律有记得啦 不过就是看了那个画面 觉得比较有趣的时候 那时候赵美姐的头发还是 就是那种 有一点点算是西部牛仔风 那头发还一点点长 然后背着一个吉他 然后这样子 感觉就是有点 还蛮潇洒的感觉 其实在民歌当中 她的这首歌是少见的 很有节奏感 当时你看我们台式乐团 多么尊重主唱 尤其是民歌手 台式乐团配着她 她自弹自唱 你看她穿的那个样子 我记得是蓝色的领巾 那个就已经对民歌手来讲 是很慎重的打歌服了 再配上我们现场的乐队 这个奔放奔放绝对精彩 我们来回忆一下经典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曾盼望飞翔在天堂 shipwzaf 倒置在星秋太快 不忧虑 心情奔� моей 我曾嚮往本人在沼海 我曾盼望悲响在天空 自由只在心中开拓 无忧无虑紧紧奔放 来吧朋友扬起梦发 来吧朋友暂时飞翔 我曾嚮往本人在大海 我曾盼望悲响在天空 自由只在心中开拓 无忧无虑紧紧奔放 来吧朋友扬起梦发 来吧朋友转起飞翔 请你听听大海深深的呼唤 请你看看空亮你的阳光 奔放奔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来吧朋友 坐不开 این 对 你